吉祥瑞 大家好 今天我也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在风水中啊 有时候 或者说疑问啊 今天我们要谈到疑问 我们有一个老贵人 老贵人 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 向我提出一些问题 那么从问题当中 我花了好长时间回复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回复他 但是反而呢 是得不到理解 因为他发微信问我的 这是微信问我的问题 那么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因为我们在风水也好 物品也好 当我们要问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问的这个人是谁 在问题当中一定要有 劝导与教导 和扶持 这样才能真正的得到帮助 他 他问的问题其实是不错的 他问的问题其实是 是挺好的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他有疑问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一个人啊 求财 但这个人他不做布施 他只是求财 他不做布施 他只拜佛菩萨 然后求龙天护法的帮助 那么也买了一些水晶 招财的水晶 布一些风水的阵 记住 他的问题是 一个人求财 他没有布施 没有做财布施 这个大家要听得清楚 他的话题和他的问题 真的就能发财吗 我把问题说完 那因果何在 他接着问 佛说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 水晶风水应该只是圆 如果不中财富的因 如何得财富的果 接着问 当然 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是可以赐财的 就是可以给财的 因为他们的愿力的缘故 他接着说 但有几个人可以和 佛菩萨 龙天护法的愿力相应 就像念佛的人 有千万亿 真正往生的人呢 有几个 有几人 所以这是他的疑问 他说 师父 我有疑问 一个人求财 但不做财布施 你要记住什么叫财布施 我们说 要布施得健康 财布施得财富 布施 是佛的用语 佛教的用语 是非常有智慧与慈悲的一个活动 布施是能得到你所要的 你布施什么 你就一定能得到什么 这叫布施 听清楚啊 所以他的问题是 一个人 他要求财 但不做财布施 只拜佛菩萨 求龙天护法 买一些水晶招财 布一些风水阵 真的 就能发财吗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 首先 你不应该要用发财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那是很不恰当的 因为你上面说的是求财 那么底下你用的是发财 那就不恰当 那是倒 那是会颠倒事实的这个用词 所以首先呢 把他这个发财两个字呢 给纠正过来 下来 我回复 很多人求财 是在没财的时候求财 大家首先一定要记住 什么叫做财布施 为什么不叫钱布施 为什么要叫财布施 为什么不说黄金布施 为什么不说钱财布施 难道没有钱财这两个字吗 有的 为什么不说财钱布施 钞票布施 现金布施 或者是钱布施 money布施 财布施 用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用财 记住 不是钱 是财 财和钱 是两码事 不能把财和钱 当成是一件事 一个字来读 我经常都说 没有一个人 拿工钱的时候会说 今天发财了 没有 绝对不可能有 财是什么 财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 所额外出额外的income 多出来的一个income 绝对不是工作 工作拿的是工资 我们叫做工钱 我over time 我在做几分工作 我做CS 我拿到的high commission 那个也叫做工钱 用金 那不叫财 当我们中码票 这个我们有了 发了一点小财 我们做生意 没有人会说 你今年发了财了吗 没有 挣了钱了吗 所以到底什么叫财 财的意思 就是意想不到的 我买股票 我精心的去设计 我精心的去了解国 国运 国事 然后这家公司的起起落落等等 最后我有做功课 我得到了这个财 这种不叫发财 所以真正的发财是 毫无准备的 这种突然的 这种我们叫做财 财布施是什么意思 不是特意的去布施 是用你的真诚心去布施 是没有回报的布施 这叫财 也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并没有想回报 这叫做布施 真正的懂得布施的含义 是什么呢 梁武帝 梁武帝大家都知道 他抄写经卷 供养三宝无数 奇妙供养僧人 不但是衣服 身袍 金书 他都做大供养 正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 供养三宝 抄写经卷 无数 他问达摩祖师 我有何功德 达摩祖师却跟他说 无功无德 你看 这好比什么呢 好比 随形的影子 随形的影子 大家看到这个影子 看到这个shadow吗 看到这个shadow 看到吗 在我的脸的这个shadow 这个shadow是你的吗 不是 是灯光给你的 没有了灯光 你啥都不是 你哪里还有影子呢 影子是谁的 是灯光的 你误会 以为是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财布师是什么 真正的财布师是 没有要求回报的 圆满财布师 那你所得到的财富 将会是无量的 如果有回报的 我捐一百万 将来我会有 好运 我会有财富 会有吗 会 但是 就 可能就只给你一百万 又或者 一万 也就是说 你孝顺父母 因为他是你父母 这肯定的吗 我孝顺父母 因为他是我父母 这个是 我们人最基本的觉悟 一切众生 皆是我父母 这是 正等正觉的 觉悟 正等正觉 也就是佛 他不是我父母 我为什么要管他 那 这不能说是错 只能说 你的慈悲不圆满 所以他问的问题 我跟他回复的是 很多人求财 是在 没财的时候 求财 听清楚 这是财 不是没钱 而是没财 所以风水里面说的财位 为什么风水不说钱位 为什么风水不说赚钱的位置 也没有人说赚财的位置 这可见得 钱是钱 财是财 有人说 你八字非常好 注定是一个有财之人 听清楚 另外一种 你八字不错 注定是一个有钱之人 有钱和有财 是不一样的 赠和赚 也是不同的 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也就在表面上下功夫 突然浪费时间 梁武帝的那件事情 达摩既然说 无功无德 这种情况相等于什么 相等于随行的影子 你说有没有 有 有没有影子 有 说是有 实际上却是没有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接着说 缺钱的时候 所以你听我说 很多人求财 是在没财的时候 缺钱的时候 所以他们才求财富 这些人 不做布施 不做布施 他们以前的时候 他不做布施 也没有财布施的想法 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 他们都有钱了 他们没有钱 那更不要说发财 那连钱都没有 他们会做财布施吗 不会 那最后怎么会那么有钱呢 我接着说 但他还是得财富了 第一 他们没有钱 第二 没有钱 他不可能做布施 没钱 更没财 记住我的话 有钱的人 未必有财 但是有财的人 一定有钱 听清楚了 你能够把赚来的钱 分配 很好的做分配 其余的收起来 而你得到的是 一 银行有了存款 二 屋子 水电费 生活必需品 你都没有缺 给了孩子 给了家庭 给了你的 你的另一半 你的家庭 它的installment 分期付款 慢慢少了 你的车子的分期付款 慢慢少了 你这个月 有水电费了 有水电用了 你的孩子 又能 涨一个月了 吃喝 不用头了 又能涨一个月了 这些是你看不到的 这种叫什么 叫累积财富 孩子长大了 installment没有欠 这个月又是开心的一个月 那是因为你会分配你的 钱 会分配你的生活 这种人 是有才的人 那么 他生活 生活费 水电费 每个月的 屋子的 这个费用 孩子的费用 学费 等等等等 他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这些 他在拿他剩余的钱 出来做 这个捐献 这叫财布施 所谓的财布施 就是 先把自己管好 然后 再拿我们本身 自己一些储蓄 或者 剩下来的 一些 钱财 我们做布施 这叫财布施 财布施 简单说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有安排 有 有规则 的布施 有计算好的 而不是 茫然的布施 这个叫做 真正的财布施 永久的财富 是给谁的 是给这些 财布施的人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用钱 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有商有量 我们 把钱 供养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快高长大 供养他的学校 学费 还家的installment 还水电费 这些 都是在做 财布施 我们的家庭 开心了 孩子 长大了 另一半 放心了 睡得 舒服了 踏实了 这也是 叫布施 老婆 是我娶的 老公 是我愿意 嫁的 孩子 是我俩 生的 家 是我自己 愿意买的 装修 是我要的 床 是为了家人的 哪一样东西 是人家 拿着枪 逼你做的 没有 因为认识了他 我想要有个家 稳定下来了 而每一个月 我们要付出 给这些 我们的选择 这些人 都是了不起的人 但唯一在里面 发生很多痛苦 或者烦恼的人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规划 他们乱投资 所以才造成 一大堆的烦恼 他们没有 好好的去相处 与他亲爱的人相处 与他的家人相处 忙 整天忙忙碌碌 也是为了跟家人 吃顿饭 整天操心操肺 也是希望能够睡个好觉 天天工作 也是希望每天都有水电费 加了工钱 添了菜 也是希望家人吃得好一点 都做到了吗 都做到了 但是一定要附带于规划 而在规划的当中 你会规划你的财 你并没有浪费 这就是财布施 佛教所说的财布施 绝对不单纯 只是说 你要印书 要印金书 你要给庙捐钱 你要捐给出家人 你要买生袍 买生袍给出家人 这叫财布施吗 这是其中的一种 照顾好自己的爹娘 照顾好你的另一半的爹娘 照顾好你的家人 照顾好你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 照顾好 你说过的 我愿意 那个人 这就是真正的财布施 跟佛没有半点关系 佛是觉悟之人 那什么叫出家 他们出了家 他们就没有家了 那以什么为家 以众生为家 从来都没有 佛从来都没有 你能不能煮一点 鸡饭给我 你能不能炒蛋给我 我要蛋炒饭 不要辣椒 他去脱钵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 都是人家剩下的 给他 全部的人去画 画了之后 把全部的东西放在一起 弄好了之后呢 再分配 因为有些人没有画圆 没有画到 就全部再分配 然后再吃 不能麻烦众生 这是真慈悲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不要把布施 这两个字 错毁了他的意思 只要好好照顾家庭 好好分配钱财 这就是一种智慧 这就是一种布施 那布施跟发财 是两码事 富施财 你得财 什么叫得财 现在明白了吗 得财 财的意思就是 有了钱 我会如何的分配 我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条理 分配 安排 这叫做财 有财之人 所以我说 有钱 他不代表他有财 很多有钱 但是他并不会去安排 所以你打工 你拿到的工钱 你知道怎么分配 那叫做有财之人 所以布施财 是什么意思呢 把家庭安排好了 把生活 我们的家人照顾好了 里面再安排多一个岗位 那就是 把钱捐出 捐在适当的这个地方 这才叫财布施 对家人好 把家人照顾得好好的 这叫财布施 大家要记住 那么 我接下来又跟他说 很多人求财 是在没财的时候 缺钱的时候 所以他们才求财 这些人不做财布施 也没有财布施的想法 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 但他还是得财富了 他们没有布施 还是得财富了 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 那很多人就相信了 去财布施 布施到最后 把家都卖光了 把这个家庭不顾了 天天工作 死活工作 把家给卖了 把所有的钱给布施了 最后变成什么 穷光蛋 然后呢 恨佛法 他不知道 他误会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要注意 你只看到 你的 你的这个 功课 你只看到 你现在功课 越来越压力了 你从来没有看过 你父母在外面受的苦啊 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你的父母在外面 多受罪 多受苦啊 你没看过 你只知道 功课做完了 你只知道 我今天成 今年成绩不错 你只看到这些 你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已经长大了 谁看过 他自己长大的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长大了 是这样这样 自然自然的 就这么长大了 谁看过 自己长大呢 没有啊 自然而然的嘛 父母的付出 如同你长大的一样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现在会顶嘴啦 你现在会跟你父母说那些 他心里多痛的话 你都会说出口啦 而你却说 我的人就是这样的 父母的心多痛呢 不知道 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你终于长大了 对哦 我长大了 结婚 拉着一个新娘 谢谢 Thanks for coming 可能他都不知道 他长大了 你长大了 你要怎么知道 你长大了 你看看你的父母 老了 他们 想过多少年的福 我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知道 父母的辛苦 要不然 我们跟畜生 有什么分别 经常都说 父母如果会说话 那是我们的福气 父母如果从生你 到他老 到他一百岁 他都很会照顾自己 不需要麻烦到你 那是你的福气 听清楚 我们不管做任何事 我们阿拉耶士的种子 都会种下 那个种子 并不是 现在种马上得 没有这种事 现在种马上得 那什么东西 会现在种马上得的 有这样的植物吗 母友 一定要记住 前世所修 今世得 而不是今世修 今世得 那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继续说 没有做财布师 他们能得到财富 这是前世修来的 所以什么叫财 不师 财是什么 真正的财 是可以带动 我们世世代代好的 这叫财 但是财前面 多了一个 横财 那是不能够长久的 为什么有些人 横财总是那么旺 为什么 前世 他时时刻刻 都想着 想帮忙别人 今世 他的横财 就会特别的旺 时时刻刻 他都没有想到 他自己 所以今生今世 他 原成熟 崩一下 可能他做马票了 崩一下 可能他做多多了 崩一下 可能 路上捡到钱了 股票赚到钱了 朋友欠他的钱 突然还他了 这些 都是因为 前世 乐于助人 今世 才有不断的惊喜 我们没有 没有 那当然 就是前世不休 那么 我接着说 可见得 财布施 在某些情况下 并不是给当下 而是给来世 我继续说 所谓求财 在风水理论中 是将财运 纳入 他的生活中 他能不能够得到财运 取决于 他处事的方法 这就是 我跟大家说的 我接着读 我们把阳光比喻成财运 阳光照着我 是不是也照着你 照着每个人 但是你提了一把伞 不让阳光照 那你说 还能怪谁呢 风水就是 要记住 风水所谓的财运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计算 和在风水中 我们把你的财 把你的财位 用水晶 用招财的物品 来衬托了你的运势 很多很多人 没有财布施的 他们买了这些水晶 真的有看到一些效果 那该怎么说 但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看到 这个效果呢 不是 能不能 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效果 当然可以 要听话照做 心情是决定一切的 不要说发财 心情决定一切 你今天有没有小人 也是你的心情所知 他继续问 只拜佛菩萨 求隆天护法 真的 就能发财吗 我的回复 那要看 那要看你的真诚心 如果光会问问题 而不去用真诚心 相信 佛菩萨 一定要去行 佛法里面 风水里面 物品 八字 都是靠修来的 我们在问的时候 你必须要修 必须要去做 不能光靠嘴巴去问 如果你只是会问 问了之后 又没有做 也没有去修 那问来干嘛 那如果你真正的 真正的懂了 你去做 那你的问题就没有白问了 回答你的问题的人 也没有白回答了 我说 我接着说 你认为 黄财神是骗人的吗 佛经里面有记载 五方财神 如何帮助世间 想求 想要求财富的人 你可以好好的 去研究这方面的经典 他问 买一些水晶招财 真的能发财吗 我的回复 一些 一些指定的水晶 能够招财 一些不是全部 一些指定的 幽灵水晶这些 是能够招财 这是世界专门研究 水晶界人士的 共认 依据 当然 也要摆放对的位置 这是我的回答 在这里 因为是文字 和话不一样 我在这里 再说多一点 关于这方面 我们说 水晶能招财吗 我 倒不如这么说 我们的手 能不能招 德式 出租车 Taxi 可以不可以招 招得来吗 招得来 但是为什么 我一直招 一直招 一直招 我用的方式也是一样 一直招 一直招 德式那么多 他们不停 为什么 方式不对 好 我这样招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停 不对的地点 可能你在highway 是吧 可能你在那个 无解路那边 就不能停车的 你在那边招 是不是 摆错位置 是你的手的问题吗 不是你的手的问题 是你站的那个位置 根本不能停车 还有 我招 好 我现在 你这样讲 好 我去找一个 可以停车的地方 我找 不停 为什么 德式里面有人啊 我有客户啊 我怎么停啊 气得我要死 喂 你们是某某德式司机吗 的公司吗 我看到一辆车 什么什么什么 他不停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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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ain他 怎么complain啊 人家里面有 有客户 你complain什么 是不是我们每次说的 红的 字在上面 你不要遮 你遮的都是绿色的 是不是 那你怎么说你不知道 心没有细 心不细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水晶能不能招到财啊 绝对可以招到财 问题是 你摆的位置啊 那么 位置可以停 里面 没有backshender 我们招 停了 怎么样 上车 去哪里 无解路 对不起 我没有去无解路 那么 我们又要下车了 我的手不灵 我水晶不灵 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水晶它有它本身自己的 这个功效 所以我说幽灵水晶 为什么这么好 龙龟 鼻羞 它的样 它的形 为什么值得我们买 因为它比较不需要放在固定的位置 那不放在固定位置 怎么去坐taxi 对不对 我不站在固定位置 怎么坐taxi 现在没有on call吗 以前跟你们说这个你们不懂 现在没有轿车吗 我在哪里 哪里等 它来了 我手都不用去啊 是不是啊 我订车的 对啊 那是不是 要钱啊 所以水晶有没有招财的功效 有 但水晶没有发财的功效 招财 是我把财给招来 这是我的工作 我把爸爸妈妈 把补习老师给招来 这是父母的工作 孩子没有把功课学好 你怪谁呢 你把孩子放进去学校 这是你的工作 孩子读得不好 那还能怪老师吗 老师也有责任 我告诉你老师没有责任 老师 你可以坐在旁边 看这个老师怎么教学生的 什么样的老师需要负全责 40个学生 全部考不及格 他要负全责 40个学生 有好的 第一名的 100分的 也有40分的 也有20分的 也有10分的 也有60分的 你不能怪这个老师 人家听课能够拿100分 你听课你只能拿10分 你怪谁呢 如果全部都林诞 那是老师的责任 老师是什么 谐音 老师就是老师 老老实实做教师 这就是老师 没有走那些乱七八糟的路 说乱七八糟的话 教乱七八糟的事 坦诚 真诚 就是老师 什么叫大学生 大胆的学习 就是大学生 孟加拉 是不是大学生 是大学生 他扫地 比我们扫得还要干净 马路 他画的线 比我们还要厉害 比我们还要直 他把我们的草木 修得好好的 他难道不是一个大学啊 他是大胆的学习 这就叫大学 厨师 卖杂菜饭的这些人 用心的去学 用心的去扫 胆子不够大 你来炒看看 是不是 真正全世界都是大学 我们要排除那些 没胆子去做常识的人 没胆子放胆去学习的人 那些人撇一边 不说 所有那些 愿意学习 吃苦 有着胆子学习的人 你是大学生 大学 小学 中学 都是代表着这个意思 叫按部就班的学习 你不能说 一个人没有读书 他就不是大学生 凡是对事对物 都用心的去学习的人 都是大学生 我们说 毒药 虽小 但药力 非常强 是不是 那么 他问 布一些 摆放 布证 布一些风水证 真的 就能发财吗 我的回复 那就要看 你找的是 哪一位风水师 布的是 哪一种风水证 我们一定要懂得 世界 没有绝对的事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 怎么样的师父 我别的我不知道 我本身自己 我很了解 时时刻刻 用心 为大家看风水 付出真心 回答问题 今天 有一个顾客 对我说 他想要 星期四 来拿宝宝名字 助理跟他说 星期五 其实是我 给助理 星期五 助理哪里 可以能知道 我几时呢 是我跟助理 说星期五 他很不开心 他很不高兴 宝宝名字 他要在星期四 我的感觉是 没有跟顾客 解释清楚 我的解释是 助理的态度 一定是有问题的 人非圣贤 他们 是个助理 所以 我回答了 这个顾客 因为他的宝宝的名字 我告诉大家 所有宝宝的名字 我们真的需要时间 其实 随便找几个字给你 以我的学问 对不对 我最少都可以给你 一百个字 是不是 反正你不会 随便给你啊 我给宝宝取名 所有的名字 都是用心良苦的字 我们是真诚 去了解 然后做这个推算 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 你种菜 对不对 你只会看到菜长大 是不是 你不会看到根 是根 不停地 在吸收水分 咬着土壤 它不会倒 是根啊 是不是根的用心 它用的是真心诚意 而它的用心 你看上面就知道了 它能不能吸收到水分 是你有没有给它水分 你给它水分 根一定拼命地长给你 它用心抓着泥土 因为它怕这个菜倒了 它用心去吸水 因为它怕长得不高 不大 不好 这是根的功劳 但是 我们把菜 拿出来的时候 却把根给砍了 有人吃根的吗 没有啊 根的付出 是不是是最多的 但是 它却被我们干掉了 丢在垃圾桶 伟大吗 非常伟大 根 一直在感恩 给它水的人 根 一直在感恩大地 给它支撑 根 哪怕 你把菜拿起来的时候呢 你把它砍了 它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它终于 能够把最好的 呈现给你 我就是那个根 我不需要 你们把我放在菜肴 我更不需要 你们把我放在嘴里 我宁愿你们把我切了丢了 但是 我给你们的菜 永远是最好的 所以怎么办 这就是人心 我回答这些问题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对于我有误解 认为 师父你在讽刺我 你在说我 同样的道理 他继续问 那因果何在 如果 没有钱的人 请风水师来看 他就会有钱 没有财的人 请风水师来看 他就有财 没有财的人 买水晶放在那边 他就有 他就能够 发财 那 他的意思就是 那因果何在 那还有因果吗 我的回复是 佛教用 佛教有一句话 这是我的回复 佛教有一句话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当然 也要看 相信佛的那个人 到底是相信还是迷信 真正相信因果的人 听清楚大家 听清楚 真正相信因果的人 是用因果提醒自己 不要作恶 要行善 而不是用因果来做比 来做比对的 倘若自己对因果观念不熟悉 总是喜欢借用因果去讨论 或去怀疑事物 那因果对这个人来说 只是文字 我把这句话解释 他的意思是 佛教里面有因果 那么 因果这个人 没有财 我们去帮他布阵 让他有财 那不是逆因果吗 你看这个就是对因果完完全全不懂 因果是要警惕自己 不要作恶 有因果 要做善 那很多人去听信别人的话 相信了别人对我的批评 这是他跟那个人的因果 这个是他跟那个人的因果 他放弃了我 因为别人的嘴巴 不关我的事 事实真相 他明白了之后 他回来到我这里 他跟我的续缘 这也不关我的事 我们要随缘 不要攀缘 随缘而安 有句话大家要记住 普通人 随缘即便 听懂了吗 什么叫做普通人随缘即便 随缘就可以了 即便就是可以了 普通人听清楚 随缘即便 想要真正真正修行的人 随缘不便 随缘就可以了 这是普通人 随缘当中还不执着 那才是真正修行人 所以什么叫因果 他拿因果来说风水 这个人没有布施 叫一个风水师来 安排一下 这个人没有布施 买一个水金 发财水金来买了 摆在家里 他就能发财 那不是没有因果吗 他完全对因果不了解 他能请到这个师父 是他跟这个师父的前世因金世果 什么没有因果 这个师父能帮他 首先是这个师父 他是走的是正法 他不是走邪法 他会告诉他 这个财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样 你要摆什么东西 你才能够 这是一种正法 风水跟因果 是两码事 正法跟因果 是两码事 我们就这么说 你就告诉一个人 你就是穷光蛋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 我是不是经常有说 八字是什么 八字就是答案 你是个穷光蛋 八字里面闲事 你就是穷光蛋 就是八字闲事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要改变 我不想做穷光蛋 可以 从运当中改 是不是 会能 是不是不认识字 那么照因果来说 你不认识字 你不认识字 你没有资格学佛法 你不认识字 你的因果就已经定下来了 你的因不认识字 你的果怎么可能会当一个大师 因果 但实际上不是的 会能大师真的不认识字 但是他却能够解释佛法 佛经里面的所有问题 他都能一一跟你解释 所以 别把因果看错了 因果是我们的造妖境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我也曾经告诉大家 大家在线上有听过 我所说的话 学风水 学八字 第一课是什么 深信因果 你如果不相信因果 你不能学风水 也不能学八字 你就算学 也学不好 刚刚毕业的医生 脑科医生 刚刚毕业 他的妈妈 他最亲的妈妈 最爱的妈妈 有脑的问题 要动手术 他能开那个刀吗 他没有经验 但是 我看了很多书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 我已经是个硕士 我现在是博士 我现在要把他开刀 虽然是我第一刀 我也能开 因为他是我妈妈 我最爱的妈妈 我有信心 你有信心 什么叫信心 信心是 把病给治好了 把手术开了 把病给治好 把瘤给割了 把这个人给弄火起来了 这个才叫信心 你看风水 你学八字 你不相信英国 你不要学 因为没有人会约束你 就像新加坡 新加坡有口香糖 不能吃 吃好了 你必须要把托盘 放在一个规定的位置 这是他们的规矩 你如果不肯做 还会有人来告诉你 记得拿去 不要 我就不要 我们希望你拿去 这是规定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 怎么样 罚 对不对 没有人反对我这样说吧 这是他给你机会了吗 是不是 所以你注定是一个穷人 是一件事 你想要改变 那你就要遇到一个 真正能帮你改变的人 什么叫真正能帮你改变的人 深信因果的老师 深信因果的师父 因为他深信因果 所以他不会乱来 这就是很多人给其他老师看的风水 他的那些物品 他问我该怎么做 我跟他说 你一定要回去请教这个师父 那么我不想再回去 我很不喜欢这个师父 我跟他的缘已经没了 那怎么做呢 这种东西该怎么处理 我们告诉你 你去处理 那处理了之后 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以后我帮你看你好 你也不能够说 那个老师的坏话 哎呀 那个老师啊 没用啊 我看了之后啊 都不好啊 我现在看了梁振决很好啊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你这样子说 你的心已经开始不平等 已经开始有了上下之分 所以大家要懂得 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的投资 放在一个你觉得可以相信的人 我今天看了这几个风水 其中有一个是 过去有给我看风水 现在又请我看风水的人 没问题 我帮他 他参加了我们的配套 他接受我们的价格 另外一个呢 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 对我很信任 把他的妹妹介绍给我 我告诉他 你这间屋子 一定会让你发大财 一定会让你有钱 一定会让你很好 只要你跟着我这样做这样做 好不好 他做不到我 为什么做不到呢 年轻人 他一个人 挺年轻的 挺风趣的 讲话 我们讲话就像朋友一样 好久不见的朋友 我喜欢这种感觉 为什么他做不到呢 他说 他四房四 三个房间 他说 第一个房间 自己睡 两个房间 他租出去 我说 我赞成 我赞成 简单的做一下先 等赚够了钱之后呢 租钱 赚够了钱之后呢 你想要做双修 随时 你告诉我 我在确认你 在给你一个好日子 二十年 只要你不搬家 二十年 我是你顾问 二十年内来找我 免费 请我看风水 是我是你的 你的家如果不要大改变的话 那就要用一些东西来改变 例如医生 你不施钱给医生 医生给你的答案是 你有什么病 你在不施钱给医生 你在给医生的费用 他告诉你要开刀 那你给了开刀的钱 死了 手术成功 病人死了 手术很成功 非常成功 东西该拿出来 拿出来了 病人完了 死了 要叫谁赔偿 风水也是一样 每一个医生 一定会尽他的力 风水 我的风水 我不知道别人 我的风水 我会尽我的力 那么尽力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尽力 包括尽自己所能 与 受后服务 所以要知道因果是什么 因果不是一个 让你来 用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 你看你的孩子 对不对 不要教了 为什么呢 因果 他都不能读书 注定了 哎呀 因果了 算了 那不是的 因果是要呢 用来制度的 告诉自己 别干坏事 有因果 做什么事的时候 哎呀 想想 有因果 因果 深信 因果的人 他不会有任何的烦恼 深信 因果的人 他不会有选择病 他也不会有选择的困难 相信 因果的人 是最明理的人 相信 因果的人 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你的朋友 如果深信 因果 你不会 担心他 你也不用去防他 他绝对 不会骗你 因果 通三世 接着他说 佛说 财布施 是得财富的因 我回答 对 水晶 风水 应该 只是 缘 他说的 其实是这样 水晶 风水 应该 只是 缘 所以我回答 财布施 能得财富 是对的 但我在这里 要解释一下 不是当场得 也不是当生得 可能是来世得 那来世如果当畜生呢 比如说你当狗 你没有修人道 你当了狗 有钱人的狗 那有些人说 老虎 狮子呢 那肯定是在动物园 肯定是在森林 不是啊 迪拜有很多人 都养老虎的 吃好 睡好的 而不只养一只 好多 对不起 老虎不叫只了 老虎应该叫一头了 那么 我的回复 他说 水晶 风水应该是缘 我说 我回复 水晶是物件 不是缘 风水是中国 五千年的科学 更加 不是缘 缘 就要有什么 要有阴 那风水的阴在哪里呢 是步步流传 因为现在的这个屋子形状改变了 跟古代五千年不一样了 所以要记住 有失就有德 要看对谁说 因为有些人 他有失 不失 不失到死 他都得不到 他恨啊 我不失啊 我天天在不失啊 我得不到东西啊 因不失而不失 非不失也 明白 不失之意 而不失 是之也 接下来 他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我回复 是的 对于 自己所要追求的事物 勤奋的去做研究 增长自己的知识 以便得到答案 这就是种瓜 又或者种豆 不勤奋的去研究 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 只是想从发中 想从这个发中得到答案 这种就不能叫做 得瓜又或者得豆 你真正要得 你就要去做 你就要去研究 就要去做探讨 你才能够真正的得 种瓜一定得瓜 这肯定的 因为它是种瓜 种豆一定得豆 肯定的 但是中间是 你种了瓜 你没有去照顾它 你也没有去施肥 也没有去浇水 你把瓜种在哪里 种在 没有土 没有土壤的一个地方 也不去浇水 你说它怎么生 那种瓜它怎么得瓜 所以种瓜 得瓜 一定要有因缘 和和 要聚足它的因缘 这个大家要明白 所以我刚才说 不明白 不明白的事物 的的的确确是应该要问 但自己 从来不用心去研究 去做探讨 去学习 靠着这张嘴问 问题 是不可以 是不可能 得到真正的答案 那如果这句话 不是如果 它把这些话 当成是在 我说它是靠嘴来问问题 不是真心去学习 那就没了 真正的教法 是要看 法内之事 真正的学法 是要学 法外之理 你不能够 用分别心 去看这样子 用心良苦 去回答问题的 要不然你就会看到 这是责备 如果 不中财富的因 他问 如何得财富的果 我回复 果中有因 因中有果 不失财富 得财富 不失财 得财 你不中财富的因 能不能得 可以得到吗 可以得到 但不限制在什么时候 因为它有阶段 它有缘 就像我们中斗一样 它有缘 要明白 也要懂得清楚 了解 他问 当然 佛菩萨和龙天护法 是可以赐财 因为他们的愿力缘故 我的回复 众生不能得到 佛菩萨所赐的财富 也是因为 自身愿力的缘故 我说过了 佛无时无刻 不满 我们的宝身佛 无时无刻不满 一切众生的愿望 但是 真正修保身佛 金刚法门 真正拜保身佛 有多少人 能够放一百个 一万个心 相信保身佛 你付出多少的真诚 你用多少的心去修行 你就能得多少的结果 保身佛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没有虚妄 但是相信的人有多少 所以啊 回答他的东西啊 确确实实是很多 确确实实是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风水 我看风水 我就相等于一个老师 你的家就像是孩子 我一定用尽全力 全心去服务你 我们的团体 也在服务你 我经常都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要看你 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 没有办法 已经付出到这样了 我们做什么事 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菜 一棵树 用心的去照顾 施肥 抓虫子 捡草 捡叶子 结果了 我们赶快用纸袋包起来 好好的去 去培养它 它一定会 快高长大 真的 对不对 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 我说的这些话 水太多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 水太少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 是该时候放土壤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 你一定能得到 结果的 我的想法 一复如是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 我的成长 是因为有你们 我才能成长 我不对你们严格 在风水这些东西 我不严格 那就是对不起你们 就像一个修车的 对不对 你会介意修车 的手脏脏吗 你不会介意 你会介意 它的身体脏吗 不会介意 为什么呢 它这些都是为了我们 你说呢 它打个领带 穿个大衣 还有戴个手套 吃螃蟹的手套 然后帮你修车 然后你来的时候 它把这个拿掉 Hello How are you 它的领带 放得高一点 它修车 你信吗 它不是穿得很好看吗 是不是啊 穿大衣啊 头发梳得很整齐啊 头发 这个手都很卫生啊 是不是啊 它能帮你修车吗 不能啊 所以它的身体肮脏 它的手脏 不代表它脏啊 那就要看你怎么去看 所以有些时候 世界上最倒霉的一件事是什么 遇到一个真的能帮你的人 你把它抛弃了 这是一件最可惜的事 遇到父母 你还不好好的孝顺 这是最可悲的事 遇到我们的另一半 心情不好 你还不懂得怎么样去安慰他 怎么样去照顾他 这是最不幸福的事 风水 每天看 每天都希望 给我看的人好 我们也有很多贵人 每次在看风水的时候 他们都 很懂得 让我 先到处跑 静静的 在那边画图 在那边做东西 他们都非常清楚 他们知道 我付出的 都是真心的 不是在那边打瞌睡的 可能我去人家的家 我都不爱太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会在那边 做我的工作 因为你给我钱 你付我钱 你养我公司 局部 不是全部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师父 你付出你的 你的功夫 帮我看吧 能不能少付出一分 绝对不行 所以我们做的 每一件事情 大家都不用担心 有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个家庭 有很多兄弟姐妹 其中呢 有一个 最小的 弟弟 男的 因为他的牙 是属于 寻吃不齐的 那种寻吃不齐的牙 上上 自家的那种 静静粗粗的 嗷嗷 阴嗷阴嗷的那种牙 所以他从小到大 就没有什么信心 至今心 就被他的牙 给搞坏了 爸爸呢 有一天就说 我给你们这些苗 你们去种 种在我们的花园 美国嘛 美国的花园挺大的 他们种在花园 谁种的最好 谁种的最好 在九个月后 我们要去看 九个月后呢 我看谁的最好 我就送他礼物 只是送一个人 种的最好 他起初啊 他也跟哥哥他们呢 哥哥种那边 种那边 他也种这边 种着种着 在一个星期这样 他都觉得 哎呀算了吧 我这种人能种出什么鸟树 对不对 人也不好 也不喜欢 别人也不喜欢跟我玩 我何必呢 他就不种了 他就不种树了 那么等到 等到有一天 九个月后 他父亲宣布成绩的时候 他的父亲啊 宣布这个成绩的时候 他的树 既然是最漂亮的 最好的 他得到了那个礼物 当时 每个兄弟姐妹也为他开心 之后呢 他在晚上 因为看着那个礼物啊 很开心啊 很高兴啊 是他梦寐以求的礼物 他就在想 哎我运气还真好 你看我完全都没有去种啊 啊 他就那么 那么漂亮 那么好 我运气太好了 然后据他所知呢 植物是晚上生长的 所以 他那一晚 就睡不着 然后去看一看他自己的树 他觉得天 太帮他了 他太幸运了 当他走到花园的时候 他却看到 有一个背影 一直蹲在那边 啊 在挖那个土 在浇那个水 在换那个肥 施那个肥 他走前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父亲 他才知道 原来这九个月 都是父亲 为他做的一切的一切 他看到了父亲 他跟他说 啊 谢谢 爸爸 抱着他的爸爸 跟他爸爸说 谢谢 谢谢你 他问他爸爸 为什么 要帮他种 这个树 爸爸说 我种的不是这个树 我是要把你的信心 给种出来 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 父亲永远是爱你的 支持你的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兄弟永远都要 好好的相处 这个美国小孩 最后就变成了总统 美国总统 所以这件事也是他说出来的 真实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父母对我们的付出 他不需要写在你的日记 因为每一个付出 都写在父母的心里 父母跟儿女 不是一种交易 是一种付出 不是谁付出的多 绝对没有说 你是我爸 你就要付出多一点 不是 绝对没有这样子 所以真正看风水 很多人说 师父你这些都是从哪里学的 当然第一 是从佛说宝生 土洛尼经 学来的 是从我们的本尊 所学来的 是从 多年看风水 所知道的 所了解的 多年看命 看人 看事 看物 所明白的 得出来的结论 把最好的 分享给大家 把难懂的 用最简易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每个人 听在耳里 想在脑 受在心 一定要记住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 虽然我们不是在交风水 不是在交八字 但是今天 如果大家都能够 把这些话给听进去 相信对于 你的生活当中 认识风水 或者认识布施 认识 这个因果 对你们应该会有 很大 很大的 帮助 我是梁振爵 在这里感恩你们 陪伴着我 晚安